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课呢其实是一个巩固和练习的课 所以我们的学习目标呢就是完成课本上的练习 巩固本单元的新知识 首先呢我们先来巩固一下我们这一整个单元一共学了哪些知识 复习了哪些知识啊 OK首先boy and girls we have two new friends today 这是老师之前讲的一句话啊 那么意思是同学们啊 我们今天呢有两位新朋友对不对 那么在这一句话里面出现了很多新单词 boy 男孩 and 和 girl 女孩 new 新的 friend 朋友 today 今天 那么呢我们第二个我们学习了几个国家的单词 英国 UK 美国 USA 加拿大 Canada 中国 China 我们还学了一个 Australia 但是没有作为重点学啊 澳大利亚 Australia OK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学习了 she 女的那个她 he 男的那个她 然后几个职业比如说 student 泛指所有学生 pupil 专门指小学生 teacher 指的是老师 那么呢关于句子呢我们学了这些句子 第一个我们复习了一下 welcome 就是欢迎的意思对不对 那么欢迎返校 welcome back to school 这也是本单元的标题啊 同学们一定要熟织熟练语口的 welcome back to school welcome back to school 欢迎回到学校 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学的句型是 where are you from 你来自哪里 I'm from 加地你 我来自哪里哪里 第三个句型学的是介绍他人 this is 谁谁谁 第四个学的是 she's a new student he's a teacher 也就是向别人介绍一下这位同学 哎这位是新同学 这位是学生 还是这位是老师啊 稍微简单的一些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些习题 嗯也是书本上习题 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下它 巩固一下本单元学的以上这么多知识啊 OK那么首先 我们看到这一幅图上面是Mike 那么这里呢是read and tick 也就是说啊 这第一题啊是一个 同学们看到这个E一点 G一点呢它是例子 例子的意思 也就是你不用管它 它不是一道题目 它是告诉你这道题目是这样做的 那么图片上呢是Mike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目 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啊 首先第一句话 他说了一个句 My name is Mike 也就是说这个Mike 这是Mike自己讲的话 他在做一个什么呀 在做一个自我介绍 他说我的名字叫Mike 那么下面有两句话 第一句是说 I'm from Canada 我来自加拿大 第二句是说 他来自加拿大 he's from Canada 那么呢意思是 这两句你要选一句出来 承接接在上一句的后面 那么构成呢 他讲的一整段话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 他放的图片是Mike 那么Mike说 My name is Mike 我是Mike 那么他接下来是说 我来自加拿大 还是说他来自加拿大呢 当然是我来自加拿大 对不对 你说的都是 My name is Mike 怎么突然又扯到he去了 对不对 那么这道题目呢 就是这样写的 My name is Mike I'm from Canada 从下面两句中 选一句 接在上面的意思 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说完例题呢 我们来看以下的题目 第一道题目呢 是这个小男孩 小黑人 John 那么呢 John呢 他这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的是 This is John 也就是介绍 这位是John 那么选哪一句话 来接着上面的意思呢 He's my friend 他是我的朋友 She's my friend 他是我的朋友 两句话都是说 他是我的朋友 但是 He是男的那个他 He是 She是女的那个他 那么我们看一下John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是个小男孩 对不对 一个小帅哥啊 所以这道题目 我们应该选的是第几个呢 当然是 This is John He's my friend 选的是第一个啊 下一题我们可以看到 这呢 是我们的白女士 对不对 白小姐 白老师 Miss White 在树下面看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话说的是 This is Miss White 也就是说 这位是Miss White 接下来的两句话 第一句 He's a teacher 她是一名教师 She's a teacher 她是一名教师 同学们说选哪一个 毫不犹豫 选第二个 对不对 Miss White 当然是个女老师了 怎么能够选第一个呢 OK 这些就是让你区分 He和She之间的区别啊 OK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张鹏呢 他在草丛里面玩 同样的第一句话 This is张鹏 这位是张鹏 He's a student She's a student 选哪个 当然是选 第一个对不对 这张鹏是个男孩嘛 你不能把男孩讲成女孩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这条题目叫 Listen and Number 我们可以看到四幅图画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将听到四段对话 也就是听立题啊 你会听到四段对话 每一段对话呢 他会重复三遍 那么这四幅图呢 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都有一个空格的地方 左下角这个空格地方呢 是用来标号的 那么当你听到第一个对话的时候 如果他是和 他是在讲这一幅图 那么你就在这幅图里面标一个一 当你听到第二个对话的时候 如果他是在讲这一幅图 你就在这幅图上面标一个二 也就是说你根据 待会四个对话 听力的顺序 把这几个图编好好 明白了吗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听一下 这四段对话的听力 Number one We have two new students today Welcome We have two new students today Welcome Number two Hi Mr. Zhangs This is Zhangpeng Hello Zhangpeng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Shandong Hi Mr. Zhangs This is Zhangpeng Hello Zhangpeng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Shandong Hi Mr. Zhangs This is Zhangpeng Hello Zhangpeng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Shandong Number three Mom This is Miss Green She's my new teacher Miss Green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Number three Mom This is Miss Green She's my new teacher Miss Green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Mom This is Miss Green She's my new teacher Miss Green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Number four I'm Mike I'm from Canada Number four I'm Mike I'm from Canada Number four I'm Mike I'm from Canada OK 那么听完四段对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目的答案是什么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We have two new friends today 然后其他人就说了一句 Welcome We have two new friends today 什么意思呀 我们今天有两位新朋友 也就是说是 Miss White 向同学们在介绍 两位新同学 然后同学们都说了一句 Welcome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个对话讲的是 这一幅图 我们在这一幅图下面 标一个一 那么第二个对话里面呢 我们是听到 有一个女老师 向男老师介绍了 张鹏同学 然后男老师呢 问张鹏同学 Where are you from 张鹏同学说 I'm from山东 所以呢 嗯 呃这个 第二个对话讲的 当然就是第几幅图呢 就是这一幅图了啊 第二第二个对话讲的 就是这一幅图了 第三个对话里面 我们听到是 一个妈妈和一个老师的对话 啊啊 一个小孩跟他妈妈介绍说 啊 这是我的老师 那么他妈妈呢 就和老师打互相之间 打了个招呼 说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对不对 所以第三个对话讲的是这个 第四个对话里面 我们就听到一个人说的话 他就说 我是麦克 我来自加拿大 所以不用想了 当然是这幅图 所以这要题的答案是 三一四二 三一四二 OK 你也可以课后一下 听一下自己那个 碟子里面的那个录音 把这道题目再完成一遍啊 OK 接下来 Look and match 看一看 年一年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一共有三个框 每个框里面都有两个词 boy girl 男孩女孩 这个里面 he she 男的那个他 女的那个他 这个框里面呢 teacher student 老师 学生 那么呢 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四个人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把每个人 和他们的身份 连起 线来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 这一位最高的人 他是boy 还是girl呢 他不是boy 也不是girl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他不是男孩 女孩了啊 他是he 还是she呢 当然是he了 是男的那个他 对不对 那么他是teacher 还是student 当然是teacher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连起来一下啊 接下来 这一位女孩 女孩呢 他是boy 还是girl 当然是girl 然后呢 他是she 还是he 当然是she 女孩用she啊 他是teacher orstudent 当然是student 对不对 OK 那么这一位 Emmie呢 他是也是girl 然后他是she 他也是student 这一位男孩呢 男孩是boy 他是he 然后他也是student 同学们自己在书本上 用铅笔 把他们和各自的身份呢 稍微连起来一下 看你是不是连对了啊 OK 最后面我们来学一首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啊 I am a boy 我是一个男孩 and you are a girl 你是一个女孩 然后重复了三遍 do you want to be my friend 这句话比较复杂啊 want to 是想要的意思 be my friend friend是什么呀 朋友 你想要做我的朋友吗 我是一个男孩 你是一个女孩 你想要做我的朋友吗 OK 接下来 I'm a girl and you are a boy I'm a girl and you are a boy 他就是在讲一句话 我是一个女孩 你是一个男孩 yes I want to be your friend 是的 我 yes 是的 爱我 want to 刚刚说了是 想要 be your friend 成为你的朋友 是的 我想要成为你的朋友啊 我们首先来把歌词熟悉一下 来一起跟我读一遍啊 I'm a boy and you are a girl I'm a boy and you are a girl I'm a boy and you are a girl Do you want to be my friend? I'm a girl and you are a boy I'm a girl and you are a boy I'm a girl and you are a boy Yes I want to be your friend OK 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音频怎么唱 请同学们学一下这一首歌 Boy and girl Boy and girl Boy and girl I am a girl and you are a boy Yes, I want to be your friend OK,那么学完这首歌呢 这一节课呢又接近尾声了 那么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就是巩固了一下本单元 然后做了一些习题 希望同学们课后同样的再巩固一下 把习题做一下 OK, so goodbye,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